哇好香啊 嗨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能做一道非常受欢迎的腐皮膨胀 做这道腐皮膨胀 让鸡枣膨胀起腐皮是干酱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哈 今天完成了一下新鲜鸡枣 首先把这个鸡枣的指甲剪掉 然后用清水洗干净 冷水下锅 把这个鸡枣放下去 将酱酒去腥味 水快了转小火煮15分钟 把这个腐末捞掉 把它捞上来 然后捞上来的鸡枣 用这个厨房纸吸点水 里里外外都要吸点水 然后炸的时候就不会炸锅了 锅里多放一下油 用6层热的油温就可以了 把这个开子放下去 刚刚起泡了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鸡枣放下去 转中火 然后可以用个锅块 挡一下脸怕炸油 中煮要轻轻的翻动一下 好了炸到这个金网子就可以了 把它捞上来 把这个捞上来的鸡枣放到冷水里面 过一下冷水 然后用这个鸡枣跟这个水一起打到锅里面 用小火煮15分钟 哇好亮哦 各位们你看 这个鸡枣齐的骨也很均匀 颜色又很好看 好了把它盛上来了 光丽放油 把这个葱姜蒜倒下去 辣椒关 倒下去倒香 炒着蒜香味 不吃辣椒的可以不放辣椒 来点豆瓣酱 炒着红油 然后把这个鸡枣放下去 放点盐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大火关上 上颜色 然后放点热水 热水没过鸡枣就可以了 大火烧开 转中煮火 放点香叶 盖起盖子 哇好香啊 把这个香叶浅上来 大火烧一下汤汁 烧到这个汤汁差不多了 你要像这样浓浓的 出锅装盘 好香 好香啊 好香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